来 坐 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那现在呢 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电影的两位主演 吴京 易洋千玺 欢迎两位 大家好 要不要介绍一下电影当中的角色 九兵团二十六军 某部 攻坚一团第七穿插连连长五千里 我是他哥 第九兵团第七穿插连 新兵战士五万里 新兵战士五万里 千里万里 这对兄弟组合在长津湖这部电影当中 备受大家的期待 那其实 千玺在生活当中是哥哥 对吧 但是在电影当中演了一回弟弟 你觉得演哥哥更过瘾 还是当弟弟更好 当弟弟也好玩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人物 他还有点 江边野孩子那种 那种野性 然后就是 时不时还捣蛋一下 然后这方面 我就在生活中比较比较少 就是这是自己的童年没有的一部分 是吧 就是耍一耍 好玩的 觉得比较叛逆 是吧 那金哥讲一讲 在电影当中 第一次见到千玺 你是什么时候 你说生活当中还是 拍戏的 拍戏的时候是 去年的11月15号 记得这么清楚 对 我们俩同时进了组 然后我们俩整整在一起 我进组那天他进组 我离组那天 我们俩一起离他组 整整180天 整整180天 180天 莉莉黛 经历了 经历了很多 经历了从开始的 彼此不认识 彼此的试探 彼此的 对手戏 彼此的交往 彼此的信任 彼此的相互依赖 这是一个感情 慢慢递进的过程 特别不错的一个小兄弟 特别好 半年 那金哥在说的时候 千玺是不是也在 回忆着第一次 见到金哥时的情形 之前应该对金哥 有一个脑海当中的想象 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大哥哥 我记得我很久 很久以前 小时候 14年15年的时候 那会有一个什么采访 说就是想不想拍打戏 我说想 然后说 反正有一个问题 就是万一以后 跟吴京老师拍打戏 那一拳就能把我给 打死 我在很小的时候 说过什么 然后没想到 现在就20岁 真的碰上 所以就是一开始 应该是有一点害怕的 万一跟他合作的时候 手中了 怎么办 是吧 那我这次真踹来了 真踹来了 吓得去脚 那我问他 我踹了 哥你踹吧 踹了 我真踹了 踹 那个力度是你预想得到的吗 有一点 做一点心理预设 但还是 力量很大 还是力量很大 震慑力很大 是吧 不仅自己虐 还带着剧组的演员们 跟你一起虐 这一次 有没有在千禧 练一练 我们两个人 就是先去 之前就去新兵连训练 因为我以前 在连队里待过 那这次让他 我跟着他一起 就是重新接受 步兵操练 步兵操练 我觉得 导演这么做是对的 演员这么做也是对的 就是你 与其去演一个兵 你不就是一个兵 让所有的武器 装备 那些背包 水壶 你把身上所有的军事用具 它不去影响你的演出 不会这让你个着了 那让你不舒服了 而是让他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他非常有利于你的表演 所以 我们组的 所有的演员 都是在这样 自己去练枪 自己去试枪 自己把甚至 甚至自己的衣服就穿回去 常年都不洗 真的长时间都不洗 把自己的装备也背回去 到现场直接自己再带上去 把它融入到自己 变成演员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千禧演的时候 也是完全相信了自己 就是战场上的一个新兵的感觉 对 就是 你不相信都不行 因为身边的环境太真实 所有的道具 所有的火药炸点 就非常能身临其境 在其中 所以真的上那个战场的时候 就是电影当中拍摄的战场的时候 会有恐惧吗 会有 因为我之前 没怎么拍过有炸点的戏 然后这一次 基本都是在身边 然后你要 要跟他们配合 然后要 卡时间点之类的 而且你能 就特别骄傲 有这样的弟弟 我非常喜欢他 我没有想到千禧 就是大家都说他好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好 勉弦吃苦是应该的 但是没想到 他就是闷声不响的 在那里去默默的做自己的事情 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自己的角色的世界里面 去做自己的那种 享受自己的角色那种那样的事情 很羡慕他 我觉得他很幸福 活在自己的角色里 你看腿 断了几个人带 继续做 然后到那儿爬不上坡去 把拐扔了 自己爬上去 我们都为他感动 我们也都为他骄傲 我们也觉得 真的太好了 这个年轻人 那金哥刚才说 就演员吃苦是应该的 其实金哥也在电影的 拍摄过程当中 受过很多很多的伤 但是也是只字未提 而且在这部戏当中 也是亲身上阵 根本不用替身 我觉得这种精神 也会潜移默化的 影响到弟弟 是不是 是的 就跟金哥一起拍戏 就是很多事情 很多行为 都是那种 就是那种 敬业那种精神 都是能非常 真切的体会到 那因为时间的原因 两位也都急着赶回剧组 接下来完成我这个 最后的一个小动作 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 表情包 来给我们拿上来 最近金哥和千玺 都是奥运会场外 最忙的两个人 是吧 尤其是金哥的表情包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两位 来自创一个表情包 你们自己来填控 好不好 这给我也准备了一个 选择什么 好 嗯 看下你们怎么造劇 我不来 你先写 你先走 我先写 我先写不下 我也写不下去 我先写不下去 你先写不下去 是不是啊 怎么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签名的是吗 还是有爱心的呀 刘恒 刘恒 来先看你们的吧 这个送的是奥运祝福 中国奥运见而罪 自己填 给大家还有无限的 我填上了 中国骄傲 中国奥运见而最骄傲 有同款表情吗 同款表情 那我的就不是关于奥运的了 是关于长津湖的了 我写的是长津湖 每一个中国人避开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铭记这段伟大的历史和胜利 好 这些表情帮我们留作珍藏 最后呢 我们给两位准备了一个 护送的小礼物 你们看到应该会会心一笑啊 首先我们请 千玺 这个给千玺的 千玺要送给 清格的礼物 什么这样 管够吃 够 而且还真是冻的 冻土豆 冻的土豆是吧 太用心了 这为什么要送冻的土豆 你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因为在我们去到最寒冷的地段的时候 有一部分戏就是讲 我们靠什么去 那个 我们吃什么 有时候会吃那个草根 啃树皮 然后含石头 然后有一个土豆已经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那个补给用品了 然后当时我跟哥哥就是有一场互相让土豆的这么一个一个戏 那场戏特别的温情 感人 等到哥哥要收下 家里的土豆 那个土豆是从哪拿出来的 从哪拿出来的 当然也没喊咖 我是从咖着摩地也拿出来的 他就咬了一口 等下我说 什么味儿 他就接了一句话 我们在没有预设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继续演下去了 这是完全是即兴发挥的东西 大家看过之后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经典的一段这个对手戏 这土豆拿回剧组呗 一会儿炒盘菜 好 跟大家分享啊 来 这我们帮金哥给千玺准备了 千玺看的是什么 小北京人都知道是什么 炸钩 喜欢 喜欢吗千玺 行 谢谢 金哥喜欢吃吗 从小就吃 从小就吃 这北京孩子共同的童年的回忆 是吧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长津湖这部电影 能够走进他们两位为我们演绎的兄弟情 更希望大家能够铭记这段伟大历史 也向我们所有的抗美援朝的英雄们致以敬意 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 谢谢 谢谢 赶快赶回剧组吧 再见 好 快走 快走吧 辛苦了 没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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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